最后四位太医一致决定 让资历最老的罗太医作为代表 前往明月宫给五公主问枕 若是各公主子问起来 他们也好有交代 午上过后 贤妃果然请了人来太医院问 陈太医回禀道 由罗太医去问过枕 五公主退了烧 已经无碍了 岁玉回去原话转达 贤妃还有点奇怪 大皇子的交代 小鹿如何跟大皇子认识的 这大皇子在宫中名声很好 他母妃阮贵妃 虽然是出了名的 盛气凌人恃宠而骄 但生的这个儿子 却与他恰恰相反 善良心软 见不得不平 有些工人犯了错 去找他哭诉 他保准会跟阮贵妃求情 后宫也多有议论 贤妃跟阮贵妃没什么恩怨 想了想 最后只是道 罢了 无碍就好 对了 前些日子内务府不是送一些雪参过来 你挑一些送到明月宫去 小鹿身子虚才容易被寒风入体 叫兰贵人给他多不补 从太学下课回来的林景渊 恰好听见 得知小鹿妹妹生病了 心里顿时火急火燎的 等岁玉拿着雪参准备出门的时候 跑过去把他手上盒子抢走了 我找五皇妹有事 顺道一起送过去 他一路风风火火跑到明月宫 方一进去 就听见屋子里传出欢声笑语 推门一看 原来是林瞻远和林飞路 蹲在暖和的房间里 跟兔子在玩 林景渊看了两眼 觉得这兔子有点眼熟 这不是大皇兄最喜欢的兔子吗 他最近学业被监督得很紧 自从上次背过论语 林弟就觉得 他是个可诉之才 比之前更加要求严格 他已经有段时间 没来找过林飞路 而且天气变冷 林飞路也很少再去找他玩 两人着实又很久没见过面 原来你是有别的兔子了 林景渊顿时一脸忧怨 还是在外面的清烟最先发现他 赶紧行礼 见过四皇子殿下 殿下什么时候过来的 怎么不进去 林飞路听见声音 这才抬头一看 对上林景渊忧怨的视线 小脸上顿时露出一个又惊喜又甜美的笑容 蹭地一下站起身 朝他跑过来 他跑到他身边 两只小短手抱住他胳膊 养着小脸软呼呼说 景渊哥哥 我好想你呀 林景渊 不气了 他把雪深递给跟进来的清烟 有板有眼地转达了贤飞的话 又拿出身为皇兄的威仪 板着脸摸摸林飞路的额头 稍退了吗 林飞路乖乖回答 退了 让景渊哥哥担心了 他不等林景渊问 主动拉着他的手走过去 指着小白兔高兴地说 景渊哥哥看 小兔子 林景渊假装自己不认识 哪来的兔子 林飞路道 是大皇兄送给我哥哥的 原来是送给林詹远的呀 林景渊心里唯一一点别扭也没了 高高兴兴地在旁边坐下来 林飞路哄好了人 这下轮道自己发作了 委屈巴巴说 景渊哥哥 你最近都没来看我了 绿茶技能之一 倒打一耙 林景渊果然满眼愧疚 解释道 我最近学业繁重 每日都在太学上课 林飞路问 太学是什么 林景渊道 就是皇家贵族子弟读书的地方 林飞路 懂了 大型NPC聚集地 开始产生兴趣 他一副什么都不懂 却又很好奇的样子 天真无邪地问 那我也可以去吗 林景渊审色僵了僵 太学不是一般人能进的地方 说是皇家贵族子弟读书的地方 其实必须要林帝下旨赐恩才有资格 那里是身份的象征 也是皇恩的体现 像林飞路这样不受宠的公主 是没有资格进入太学的 林景渊自然懂这个道理 但说真话肯定会伤害到她 她心里为小路妹妹难过 面上倒是一副嫌弃厌恶的样子 那破地方有什么好去的 烦都烦死了 一点都不好玩 林飞路就没再多问 只是有些落寞地笑了笑 乖乖嗷了一声 林景渊心里更不是滋味了 在明月宫待了一个多时辰 贤飞就遣了人过来 叫她回去练子 林景渊只能不情不愿地离开 林飞路裹着小斗篷 一路把她送到宫门口 眼巴巴地跟她挥手 景渊哥哥再见 她看上去可怜极了 像是怕被旁边的太监听见 很小声地说了句 常来找我玩呀 林景渊一咬牙 一跺脚 下定决心式地开口道 我明日早上来接你 你跟我一道去太学吧 林飞路眼睛一亮 我可以去吗 林景渊 当然可以 不进去里面就是了 还不许你在外面逛逛吗 于是第二天一早 林飞路穿戴整齐 裹着白色的小斗篷 扎着可爱的小啾啾 跟着来接她的林景渊一起 踏上了前往新副本的道路 她这么久以来 其实一直在后宫附近打转 皇宫这么大 分为了好几个区域 她行事有分寸 没确切地把握之前 是绝不会愉悦的 林飞路当然知道 以她的身份没资格进入太学 不过就像林景渊说的 里面进不去 还不能在外面逛逛吗 林帝平时很少来这里 只有每半月例行 检查皇子们的功课时 才会驾临 太学又不是前朝议事之地 没有官员 有的只有教学的太父 以及读书的皇子公主 贵族子弟们 她现在已经有大皇子 四皇子两个靠山了 再自信一点 把长公主也算进去 三个大靠山 足够她在这里溜达 从正门进去之后 就是一个大广场 广场上已经有人在走 都是一个主子 带着一个小厮 或者书童 几座朴实庄严的大殿 坐落在后方 正殿上挂着太学的牌匾 周围还有一些小宫殿 是休息落脚的地方 这地方没有后宫 花团紧簇的精致 但透着一股学术氛围 很有高级学府的感觉 作为毕业于国内最高学府的学生 林飞露觉得 这段还挺亲切的 林飞露的出现 并没有引起关注 因为很多人身边都带着半读 比如三公主灵溪身边 就跟着一个小女孩 是静平弟弟的女儿 按规矩 这小女孩是没资格进入太学的 但作为灵溪的半读 就容易多了 大家都以为 四皇子身边这个小女孩 也是新来的半读 只随意看了两眼 且因为忌惮林景渊 也不敢细看 行礼之后就匆匆走了 林飞露暂时没遇到认识的人 林景渊把她带到偏殿 交代道 除了台阶上那三座大殿去不得 其他地方可以随便逛 逛累了就到这里休息 等我下学就来接你 林飞露乖乖应声 她知道她听话 也不担心 又吩咐康安 照顾好五公主 康安连连点头 林景渊这才一步 三回头地走了 没多会儿 外面就想起了 古朴沉重的钟声 林飞露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这时候 居然也有上课林 钟声一响 外面就清静了 半个人影都看不到 她站在门口 打量了一会儿 脆声声地喊康安 你陪我出去逛逛 康安赶紧应了 这地儿其实没什么好逛的 空旷清幽 唯一的植物 就是旁边几棵笔直的松柏 但她喜爱这熟悉的感觉 像走在曾经的大学校园 她曾经最愉快的记忆 大概就是大学那几年时光 她运气一向不好 大学那几个室友倒是很不错 他们相处得很愉快 直到毕业之后都有联系 林飞路突然想起 按照自己那对父母的性格 自己死后 她的葬礼应该会办得很风光吧 应该会来很多朋友 送上她最爱的黄玫瑰 大学室友里有个最爱哭的 还不知道会哭成什么样呢 她走神已经走到十万八千里了 没注意前面来了个人 那人也不过十二三岁 穿了身黑色浸装 背着手悠哉悠哉地走着 旁边的书童哭丧着脸道 少爷 我求你走快点吧 咱们已经迟到了呀 你看这时辰 哪还有人像你这样在外面晃悠啊 那少年一脸的满不在乎 余光一扫 看到不远处的小女孩 随手一指 那不是人 她挑下眉峰 笑道 我就喜欢跟我一样不守规矩的人 阿罗 走 我们去交个朋友 阿罗 走 我去交个朋友 再来 我去交个朋友 那我去交个朋友 我去交个朋友 你还没关系 我去交个朋友 我去交个朋友